您關心疫情 臺灣今天是新增兩例 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分別來自奈吉利亞 還有菲律賓 另外呢 今天記者會是特別提到了 目前剛到貨的AZ疫苗 記者會說了 檢驗程序其實是非常的繁瑣的 加上是首批才能開打 必須要很謹慎 預估要一個月之後 才會施打到醫護人員身上 11.7萬劑AZ疫苗底台 複雜的工作才要開始 除了核對疫苗批號 清點數量 接著要檢查外觀 再送回國家實驗室檢測 合格後才會發封肩證明 並按照各醫療院所的申請數量 發配疫苗 一連串的步驟下來 要施打在醫護人員身上 恐怕要等到四月 如果可以齊全或是當然就可以節省 同時也會提醒醫院分批施打 才不會因為副作用造成人力不足 不過指揮中心也坦言 下一批AZ疫苗核實到貨 真的不知道 不過確定的是不會混打 盤年手上購得的疫苗 台灣向COVAX購買共四百七十六萬劑 當中AZ疫苗 預估五月會全數到貨 其餘未知 另外我們自己跟廠商購買的AZ疫苗 一共一千萬劑 十一點七萬先抵台 後續只能靜觀其變 莫德納則要六月才會到貨 至於國產疫苗則是力拚六月量產 不要悲觀 但也不能過於樂觀 疫苗不來 就怕施打速度慢 影響經濟復蘇 華日新聞 張淑銘 台北報導